大家好,欢迎来到笑看人生,我似乎是一个灾星,我的爸爸,妈妈,奶奶,他们都是这样说的。 奶奶说因为我投胎占了他孙子的名额,所以我有罪。 像我这样抢别人命的恶人,有他们养着,应该日日跪地为他们祈福。 我蹲在河边吭哧吭哧洗着全家的衣服,奶奶说洗衣机费电,我手洗衣服是在为自己赎罪。 冬日的河水像是刀子一样,我的手刚伸进去就被刺骨的寒意逼得缩了回来。 我嘴对着手指哈气,然后深吸一口气,攒着劲,把厚重的衣服在河水里清洗干净,用干瘦的胳膊使劲把衣服拧了个半干。 我看了看和我差不多高的桶,衣服堆得冒尖。 我笑了,今天有饭吃了。 蹲下身,往下扯了扯露出一节小腿的裤脚,我感觉身子暖和了许多。 我在地上一圈一圈挪着桶,花了十分钟才到家。 奶奶在院子烤着火,看见我就偏头往地上吐了一口口水,捡起旁边烧得通红的火钳,对着我扔了过来。 小灾心懒惑,腿瘸了走这么慢,快点晒了衣服去做饭,你还想饿着你老子不成。 火前肩划过我的脚后跟,我闻到一股轻微的狐味。 还好,不疼,我的脚早就冻僵了。 我很害怕看到奶奶,她的表情很奇怪。 像是别的小朋友说的饿鬼,会吃人。 我费力地点脚,把和我差不多大的衣服晒好,高兴地去做饭。 做饭能烧火,烧火会暖和。 而且,今天是我四岁的生日,妈妈会给我红薯吃。 想到这,我小心吞了口口水。 可是饭做好后,爸爸妈妈迟迟没有回来。 我缩在厨房的门口,蹭着余温,眼巴巴看着马路。 爸爸妈妈不回来,奶奶是不准我吃饭的。 等奶奶吃完饭,我像往常一样,听奶奶的话跪在碎裂的瓦片上,开始给家人祈福。 希望妈妈早日怀上弟弟。 啪!奶奶拿着扁担直接打在我瘦弱的背上,我整个人不受控制往前扑。 手掌按在瓦片肩上渗出一团温热,我害怕地捏着拳头,祈福不能见红的,不吉利。 背上又被夹了三扁担。 我立马重新跪好,不再说话。 身后传来奶奶不满的声音,小灾星,祈福心一点都不成,跪了这么多年也没见效果,养你不如养条狗。 其实,我觉得我比狗有用,狗只会看家,我会得可多了。 家里三口人的衣服我都洗得很干净,他们的饭我也做得很准时,我每天还会打扫好家里的两层小楼房的各个角落。 家里的三头猪,二十三只鸡的饭也是我做的,他们长得可肥了。 狗没我会得多,我有时候还会下地,村里人都说我很能干。 可是,爸爸妈妈都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我在吃白饭,可是我没吃过饭啊。 饭是什么味道,我不知道。 天快黑时,我终于吃上了饭。 家里的猪吃煮熟的红薯,剩下的边角料拌上米糠,就是鸡食。 我可以从鸡食里盛出小半碗,这就是我的晚饭。 饭热乎乎的,好好吃。 我躺在鸡窝里,挨着毛茸茸的鸡毛,看着黑乎乎的天空。 不知道妈妈今天会不会给我红薯吃啊。 等到眼睛快睁不开时,院子里传来了爸爸兴奋的声音, 我咧着嘴就跑了出去。 我看到爸爸妈妈高兴地下了车,脸蛋红红的。 我向着妈妈跑去,伸出黑瘦的手。 妈妈,今天。 爸爸一脚踹在我的胸口, 起开,你妈妈现在有弟弟了, 金贵得很,你离远点,别碍眼。 我趴在地上,胸口像是被石头砸过,好痛好痛。 可是我不敢哭,奶奶会说我把家里的福气都哭跑了, 她会拿着衣架用力抽打我的小腿。 我小心站了起来,喉咙里甜甜的, 我没忍住咽了下去。 奶奶从屋里出来。 三人开心地进了客厅,笑声很大。 原来是妈妈怀上宝宝了, 爸爸和奶奶说怀的一定是男孩。 我躲在大门外的一角, 看着妈妈温柔轻笑被小心扶进了卧室。 看来今天没有红薯吃了, 不过反正也不是年年都有的。 我安静转身回了我的卧室。 爸爸在城区边缘开了个收废品站, 妈妈也在那帮忙。 我的卧室也从村子搬到了城里, 我做的活也变了。 我要给废品分类, 把它们马放整齐。 废品里有很多的碎玻璃茶子, 我的手烂得比洗衣服还快。 除此之外还要做饭洗衣, 晚上还要给妈妈按摩小腿。 活变少了, 可是我更累了。 我举着一个信封, 着急跑去找妈妈。 妈妈半躺在床上, 翘着围纸吃着葡萄, 她看见我皱紧了眉头, 把发着光的小太阳挪了个位置。 不许偷懒, 偷懒没饭吃, 又脏又臭, 像个猴一样, 难看死了, 离我远点。 我无措地停住脚步, 把沾满油污的手在衣摆上擦了擦。 妈妈, 这个信封里的东西不是废品, 应该是别人忘记, 拿出来了。 妈妈仰起手掌, 冲着我的脸就挥了过来, 我下意识地抖了抖腿肚子。 是金条, 信封的口是打开的。 她惊呼一声, 手一转, 直接把信封夺了过去。 我看见她把金条的脚塞进嘴里咬了咬, 随后两眼放光。 她把正在称废品的爸爸也叫了进来, 两人高兴地商量着去哪里卖掉。 我抿了抿唇, 看着他们两人关门出去。 见两个人要上车, 我跑上前抓住爸爸的衣袖, 爸爸。 爸爸摔了个裂前, 口袋里的金条就这么掉了出来。 他恼怒地看了我一眼, 心慌慌去捡。 就是这个金条, 我找了好久, 结果被我妈放废品里卖了。 这金条不值钱, 但是是我爸传下来的。 爸爸看着来人, 尴尬地笑了笑, 啊, 这个我正准备拿去派出所。 这天, 爸爸把废品占关了。 丢失金条的人是个大老板, 那个金条对他有特殊意义, 所以给了爸爸一大笔钱。 他决定把废品占卖了, 把钱拿去做生意。 奶奶笑得合不拢嘴, 盯着妈妈的肚子, 这一定是肚子里的孙子带来的福气, 明天我杀之机。 妈妈听了, 高兴地摸着微微隆起的肚子, 乖儿子, 真棒。 看着三人笑得开心, 我也跟着笑了起来。 妈妈瞪了我一眼, 走远一点, 长得黑不溜秋, 又瘦又难看, 不要把我儿子影响到了。 奶奶也沉着脸, 用扫把抽在我干瘪的肚子上, 把我赶了出去。 日子过得很快, 爸爸的新生意也有了起色, 经常给家里买营养品。 妈妈的肚子越来越大了, 每天奶奶和爸爸都会轻轻摸一摸。 蹭蹭福气, 好儿子, 孙子, 要好好的, 期待你的到来。 我躺在鸡窝里, 闻着厨房里传来从来没有闻过的甜味, 心里全是满足。 有钱真好。 春去秋来, 我的衣服又短了一截。 爸爸挣了那么多钱, 说不定今年冬天, 我能捡到妈妈的就衣服穿。 我开心地憧憬着冬天的到来。 可是最近不知怎么的, 明明还是大太阳我却浑身发冷, 脑袋也是昏昏沉沉, 就连干活都没力气了。 当我再一次从河里拎起衣服起身时, 眼前一黑, 直接栽进了河里。 河水密密麻麻钻入我的鼻子和耳朵, 我被淹没得不能呼吸。 我不想死在河里, 冬天太冷了。 我想死在鸡窝里, 那里很懒惑。 等我醒来的时候, 我看见了江云阿姨。 她是村子里唯一对我好的人, 我的衣服都是她给的, 她偶尔还会给我一些野丧韧吃。 那是我吃到的第一种水果, 很甜。 她摸了摸我的额头, 一脸担忧跑去我家。 李珊, 你女儿掉河里了。 现在还发高烧了, 你怎么做父亲的? 爸爸扶着妈妈走了出来, 淡淡开口, 小孩子偷懒得把戏, 我见惯了。 我看着身后不远处的小河, 无力地抬了抬手, 衣服, 饭。 云一抱着我走近了些, 把我面对着妈妈。 李珊媳妇, 这可是你怀胎十月生下来的女儿, 你看看都成什么样了。 这发烧发得滚烫, 脸都红了, 你们快送去医院了。 我看见妈妈后退了几步, 捏着鼻子, 一脸嫌恶。 你做什么? 她身上有病毒, 我现在可是怀着儿子, 你别想传染给我儿子。 我感觉到云一在发抖, 我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臂, 云一, 我要去洗衣服了, 弟弟是福星, 我不能传染她的。 抱着我的怀抱用了些力, 云一的声音有些哽咽, 李珊, 你们就是这样为人父母的, 你们到底还是不是人啊? 你们出去看看, 哪家四岁的孩子长得浑身干巴巴的, 这只剩骨头了。 我缩了缩脖子, 云一是不是也不喜欢我了? 我为什么就长得这么丑啊? 所有人都不喜欢我。 奶奶直接拿着扫把冲了出来, 给我滚, 又不沾亲带故地, 跑我家成什么威风。 我家的丫头, 我们想怎么养, 就怎么养, 你个不下蛋的母鸡, 要是眼红就去别家, 别吓着我宝贝孙子。 云一带着我连连后退, 我不想云一因为我被奶奶骂。 挣扎了几下, 直接翻出了她的怀抱, 身子重重砸在地上。 可能是声音太大, 吓到了妈妈。 妈妈倒在爸爸怀里, 一脸痛苦, 礼珊, 我肚子痛, 可能是要生了。 院子里乱成一团, 爸爸把妈妈抱上车后座。 奶奶去锁门, 临走时狠狠给了我一巴掌。 灾星, 一挨着你准没好事, 要是你弟弟出事, 我回来就打死你。 我躺在地上, 看着小车开远的黑影, 嘴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很硬, 不能吞。 我下意识吐了出来, 一颗裹满血液的牙齿 在地上滚了两圈。 云仪蹲下身子, 小心抱我起来, 不怕呀, 一带你去医院。 我缩在云仪的怀里, 她把我抱得很紧, 很舒服, 舒服得我想睡觉。 等睡醒后, 我才发现 我躺在一间陌生的房里, 恐慌席卷而来。 我扯下扎在手背上的针, 跌跌撞撞下了床。 我想找妈妈, 我想找云仪, 我一个人好害怕。 转角后, 我终于看到熟悉的人。 云仪好像在和爸爸争吵, 你女儿高烧引发肺炎。 现在很危急, 要住院治疗, 费用我帮你先浇了一半, 剩下的你。 爸爸的笑脸 一下变得阴沉, 帮我。 谁让你带她来医院的? 是我吗? 医院就会夸大病情, 回去给她喝点醋就好了, 你怎么这么多事? 云仪脸仗得通红, 还想说话, 却被爸爸的手机铃声打断。 喂, 你好你好, 投资啊好好好, 合作。 爸爸笑得很开心, 就连下巴都抬高了些。 他看了看后面的门, 里面妈妈正喜滋滋抱着刚出生的弟弟, 温声软语。 不愧是我李家的福星, 刚出生就又来了个大老板。 云仪见他要回屋, 连忙拉着他, 你儿子平安出生了, 现在也该抽空去看看你的女儿, 她的病真的不能脱, 我的那部分钱你也不用还了。 谁带来的麻烦, 谁去处理, 谁让你多管闲事。 云仪被爸爸推到一边, 我赶紧跑过去扶。 李山, 咱们一个村子的向上数几代, 也算占亲戴故, 你该叫我一生嫂子。 我是你长辈。 你现在生了儿子, 是不想要你的女儿了吗? 你到底还有没有良心? 这是一条人命啊。 云仪好像生气了, 她的手不停在抖。 房里传来妈妈的喊声, 吼什么吼, 吓着我儿子, 我跟你们没完。 这小灾星我就是不想要怎么了? 你管事管到别人家了, 你好大的脸。 我待在原地, 有些发猛, 脚却不可控地走向房门口, 奶奶坐在床边, 两人时不时对着墙堡里的小孩笑。 可能我真是个灾星吧? 弟弟突然哭了。 妈妈满眼心疼, 手忙脚乱地哄着弟弟。 奶奶看见门口的我, 说, 晦气, 快把他赶走, 我就说我孙子好端端, 怎么突然哭了。 这是灾星在克我们家的福星, 抢了我孙子的位置不够, 现在还要克我们家现在的福运。 妈妈冲着爸爸喊, 把那个小丫头骗子赶走, 看见他就烦。 我吓得退后几步, 抬眼看着爸爸, 可是爸爸只看着屋里的弟弟, 他皱着眉头看向云姨。 反正你也不能生, 这孩子给你了, 这小灾星我们也不稀罕。 我看见爸爸进了屋, 奶奶笑着给弟弟换被子, 奶的乖宝福星, 原来是尿了呀, 哭得真响亮, 以后一定有出息。 我被云姨带回了病房, 没一会儿云姨的老公提着一个饭盒来了。 云姨不知道对她说了什么, 她一脸诧异看向我, 随后从口袋里掏出了根烟, 也没点, 就那么叼着。 沉默了片刻, 她躬着背, 点了点头。 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云姨坐在我床边小声哭泣。 你的工作没了, 怎么不早说? 医药费和住院费 可是花了我们一半存款。 李叔抬着胳膊, 撞了撞她的手臂, 反正我们也没孩子, 这丫头现在是我们孩子了, 就我们孩子有什么好顾虑的。 等她出院了, 我就去找工地的小工坐着过渡, 慢慢就好了。 我第一次吃到饭, 很软, 很好吃。 云姨说这只是西州, 等我回家了就给我做更好吃的。 我觉得世界上没有更好吃的了, 西州就很好啊。 趁着云姨两人不在, 我下了床, 找了个空地堆上石头。 奶奶说了, 跪得疼, 祈福才更新成。 我跪在地上, 认认真真磕头, 保佑云姨一家发财, 挣大钱。 云姨找到我时, 气得直掉眼泪, 一边骂我, 一边给我的膝盖上药。 好奇怪, 别人骂我我却想笑, 笑着笑着我又想哭。 云姨抱着我的脑袋, 轻轻拍我的背, 说祈福是假的。 我坚持说有用的, 弟弟就是我祈福来的。 他笑着勾了勾我发黄的头发, 就算祈福得来好运, 也得走好运的人有好品性才能接住, 不然福就是活。 我听不懂, 云姨也没说什么, 只是让我以后不要再那样祈福了。 出院那天, 李叔骑着摩托车, 云姨坐在我身后, 紧紧搂着我。 我被夹在中间, 我的脸贴在李叔宽厚的背上, 身后是云姨温暖的怀抱。 我觉得好开心, 比过生日吃到一整个红薯还开心。 云姨扯着衣服盖在我头上, 给我挡太阳。 我眯着眼睛在车上左看右看, 满足我的旺盛的好奇心。 我眼神盯着前面的一辆车, 回头看向云姨。 云姨, 那车里的人好像要死了。 刚出医院的我们, 守在了被砸了车窗的车旁。 李叔背着那个脸色发白, 不省人事的车主去了医院。 我趴在云姨的背上, 等到了天黑。 一辆很长的黑色轿车停在了我们面前。 我第一次见和医院差不多大的房子, 里面到处都是亮晶晶的灯。 多谢你们救了我爸, 他最近试睡, 没想到在车里突发心脏病, 幸好有你们。 对方要给李叔十万块感谢费, 李叔不想收, 最后拗不过对方, 收了一千块的红包。 吃完饭临走时, 李叔和对方又说了些话, 最后满脸笑容。 谢绝对方想送我们回家的好意, 我又坐上了摩托车。 云姨摸了摸我的头, 说,多亏你了小丫头。 云还是头一回吃这么好吃的饭菜, 那个什么红烧狮子头我, 还是第一次吃到, 怪香嘞。 那个房子我也第一次见, 和电视里一样。 李叔咳嗽了一下, 还有个好消息, 那位老板知道我没工作, 让我去他包的一个小工地上班, 每个月给一万块钱。 真的? 可是,可信吗? 人家那么有钱, 骗我们穷人做啥, 可信不可信的, 明天我去试试就知道了。 云姨点头, 好,那就去试试。 说完, 他又搓了搓我的脸颊, 我看啊, 你是福星才对。 李叔跟着附和, 两人笑得响亮。 可是我脑子里, 只有云姨说的那个红烧狮子头。 肉真多, 真好吃, 我一口下去都不用嚼, 比他们说的什么鲍鱼海参, 好吃太多。 云姨又哭了, 给我洗澡的时候哭的, 可怜啊。 我看了看身上的伤, 仰着头, 笑道, 不疼。 云姨手上的力度放轻了些, 数着我身上的伤痕, 八十七, 李珊她简直是畜生。 我抱着云姨的手臂, 云姨, 不哭, 你哭我不开心。 我捂着胸口, 那里感觉好闷好闷。 洗完澡, 我被抱到床上, 裹进被子。 原来被子比鸡毛暖和。 云姨问我的名字, 我说, 我叫小灾星。 奶奶一直这么叫我, 云姨又骂了些什么, 我听不太懂。 她和李叔盘腿坐在床上, 商量着我的新名字。 李叔叼着烟, 依旧没有点, 李开心, 李发财, 李平安, 李漂亮。 云姨摇头, 不行, 不好听啊。 我觉得都挺不错的, 反正比小灾星好听。 云姨下床翻了本书出来, 我来翻字典, 不行, 让小丫头自己翻字典, 她自己决定名字。 我看着像小砖头一样的字典, 心里莫名紧张。 听了李叔取的名字后, 我不想再叫灾星了, 在两人期待的眼神下, 我随手翻了一页。 李叔拿着字典, 家字, 这个不错, 寓意美好, 事业家, 生活家, 做什么都好。 我咧开嘴, 我喜欢这个名字。 好, 以后你就叫李家, 越长越漂亮, 越来越健康, 越来越幸福。 李叔大手一挥, 把烟虫新装进口袋, 以后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云怡笑着拍了下她的胳膊, 我们三人一起笑了起来, 原来我也可以笑。 李叔的工作是真的, 还是个小领导, 只是她隔两三天, 才有机会回家一次。 每次回来她, 都带好多好吃的, 这个汉堡, 我听说城里的小孩爱吃, 还有薯条, 鸡翅。 有时候, 她也会带些书回来, 云怡就每晚抱着我 给我讲故事。 除了我, 她还会给云怡买新衣服, 云怡每次都说她浪费钱, 然后在屋里穿上身, 笑着问我好不好看。 李叔说工作已经上手了, 等攒上一些钱, 就租个房子, 接我们去城里住。 一家人得待在一起, 心采安。 我每天站在门口双手合十, 保佑李叔平安, 挣大钱。 云怡见我不像之前那样, 也不拦我, 只是笑着摸摸我的头。 谢谢家家小福星的祈福了。 可能是我的新构成, 也可能是神明有空 听到了我的祈福, 李叔带回来了一个好消息。 老板说带我去跟一个小工地, 工资还是给我算日节, 要是前期我干得好, 那个工地就给我管了。 云怡有些担心, 真的能行吗? 这老板也太信任你了, 这才一个月。 李叔挠了挠了挠头, 憨笑, 前几天工地有根钢管砸下来, 我去救了个人, 老板说要是出了人命 他那个工地就不能做了, 还说我做事负责, 算是好心皮鞋吧。 钢管, 云怡吓了一跳, 拉着他上下打量, 眼睛发红。 你怎么上次回来不说? 又没出事。 李叔不以为意, 气得云怡狠狠给了他一拳, 骂他心大。 我跟着点头。 这事情两人一番商量, 也就定下来, 李叔在家休息两天就要走。 明天李珊儿子满月酒, 我们要去吗? 李叔看了一眼专心吃饭的我, 去吧,包个红包。 爸爸这次办酒席, 请了全村的人, 院子里坐不下, 桌子都摆到了马路上了。 我穿着新衣服, 捏着衣摆, 跟着云怡上前。 李叔掏出红包, 递给爸爸。 爸爸看见我皱眉, 我告诉你们, 喝酒可以, 这灾星别给我送回来, 我们可不要。 我有些委屈地 退到云怡身后, 抓紧了她的衣服。 李叔忍着脾气, 就是来送个红包。 我们被安排在了 离家最远的位置, 云怡给我剥开糖纸, 把糖塞进我嘴里。 家家想走吗? 想走咱们就回家, 我给你做好吃的。 我看了看院子里 围成一堆的人。 咦,我想看看我弟弟。 好, 那咱们就吃了饭再回家。 酒席开始, 爸爸穿着西装皮鞋, 头发梳得又油又亮, 我们也在村子里 待不了几天了, 都靠我儿子的福气, 做了点小生意, 我们在城里 买了个大房子。 周围人挤着笑脸, 争先恐后地 恭维着说好话。 我看见妈妈和奶奶 手上戴着大金镯子, 下巴抬得高高的, 不时对着村里人 轻点下巴。 弟弟长得很胖, 很白, 身上还挂着个大金锁。 村里的人都说他有福气, 爸爸妈妈听了 笑得合不拢嘴。 很快, 他们来到我们这一桌。 李叔端着酒杯起身, 还没说话, 妈妈直接指着我。 带这个灾星来干啥? 这个晦气, 要是刻着我儿子了, 我跟你们没完。 李叔脸上的笑容将注, 家家不晦气, 她是我女儿。 妈妈翻了个白眼, 我告诉你们, 你们可不要想太多, 现在我们有钱了, 你们别想着 靠他来找我们借钱。 这灾星是你们主动要养的, 不关我们的事。 而且, 反正你们也生不出 一儿半女, 我这也算成全你们。 我第一次被我妈的话伤到, 不是因为她说我是灾星, 是因为她骂云姨。 酒席突然就乱了, 李叔和爸爸打了起来, 小孩都被大人赶到一旁, 免得受伤。 云姨也抱着我离远了一些, 然后跑过去拉李叔。 我看着混乱的一幕, 突然后悔了。 我不该想着看看 我求来的那个福星弟弟长什么样的。 如果我真是灾星, 请让我的爸爸妈妈受罚吧, 坏人不该有那么多的福运的。 我跪在地上, 像以前祈福一样, 心里却说着至亲的坏话, 周围人说我疯了。 李叔着急过来看我, 被爸爸狠狠打了一拳。 云姨把我抱在怀里, 家家不怕, 我们闹着玩呢。 谁跟你们闹着玩? 我要报警抓你们。 在工地挣了几个臭钱就不得了了, 赶在我这里闹事。 爸爸的狠话还没放完, 一通电话打了进来。 他吸了声, 看了眼手机, 得意地抬起头, 接通电话时打开了免提。 老总, 十个店铺我都买好了, 就等您的资金。 小山啊, 你那个项目我考察后发现不太行, 投资的事就算了吧。 爸爸脸色一变, 怎么会不行呢? 我们昨天不是刚说好投资的事, 我店都买好了。 村里的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然后又齐刷刷盯着我爸。 行了, 小山, 那是你的事, 合同没签, 这是不成。 电话被挂断, 我爸脸皮发红。 他甘笑两声, 这只是其中一个生意, 不做这个我就换一个, 有我儿子这个福星在, 做什么都成。 村子里的人热情减少了许多, 酒席早早结束。 爸爸也没报警, 酒席一散他就匆匆开车进城了。 云怡用鸡蛋在李叔的脸上滚来滚去, 我手足无措地站在一边。 对不起, 云怡拉着我的手, 不关你的事, 这是我们大人之间的事。 李叔也点头, 放心吧, 书不疼。 我眨了眨眼, 控制不住地想流泪, 我只能仰着头, 试图把眼泪倒回去。 云怡抱着我, 轻轻拍着我的背, 想哭就哭吧, 一和你书都在呢。 第一次我哭出声, 没有挨打。 我也不知道我在哭什么, 但是我知道, 我再也不想回那个从小长大的两层小屋了。 过了一周, 妈妈他们还是没搬去城里。 听说刚买的房子卖了, 爸爸用那个钱去做生意了。 有时走在村里, 妈妈总会抱着弟弟离得远远的, 恶狠狠喊着让我滚。 不要刻着他们的福运。 说这次生意的事, 就是因为我去了他家才搅黄了。 我想回头, 云怡拉着我大大方方走过去, 你这样的人, 有福运也留不住。 云怡身子不能生孩子的事, 村子里都知道, 可从来没有人当着别人面阶短的。 那是打脸。 所以云怡对妈妈说话也不客气了。 日子越过越快, 李叔回来的日子越来越少。 奶奶和村里人说, 李叔出去找了别的女人, 不要云怡和我了。 还说工地的男人都是外面一个家, 屋里一个家。 云怡气得直接插腰和他们吵, 我就拿着扫把在地上扫, 扑得他们一身地灰。 那些人才不知道。 李叔虽然不回来, 但是他每天都打电话, 每天给云怡汇报, 今天挣了多少钱, 攒了多少钱。 云怡就和他说我今天认识了多少字, 帮他做了多少活。 他说我是个宝贝, 是贴心小棉袄。 冬天到了, 李叔回来了, 他开着四轮小汽车 在村里引起了轰动。 村里人都说, 李叔的汽车比我爸得好。 我认不出来, 我觉得和摩托车也差不多, 就是多了些遮风挡雨的功能。 云怡把我照顾得很好, 我长白了许多, 脸上也有肉了, 还在村里交了几个朋友。 我们几个小孩围着车转圈圈, 我盯着他们的手, 免得他们擦了鼻石上去。 下午, 村里来了辆警车, 村里人全都跑出来看。 从警车上下来的是我爸爸, 听说他的生意没有投资人后, 就重新忽悠了几个老朋友入股, 加上卖房子的钱也勉强够。 但是他的店没有信誉, 生意也不好。 他担心老朋友闹着退钱, 又把流动资金拿去炒股, 放贷, 妄想翻身, 结果全赔了。 现在东窗事发, 人家直接把他告了, 掏空了家里的存款, 也才还了一半。 村里人对他避之不及, 生怕他找上来借钱。 李叔叼着眉点的烟, 还真是令人唏嘘。 一招富, 一招穷。 云仪给我编着好看的麻花辫, 咱们可得脚踏实地, 能力就摆在这儿, 可别想那些一夜报复的事。 那些钱先存一部分死期, 绝不能用。 李叔点头, 老板对我不错, 年底说有奖金, 到时候我们去城里 买套大一点的房子, 我也可以天天回家了。 要学去房, 家家该上学了, 以后他方便。 这天, 李叔罕见地抽烟了。 我把洗衣机里的衣服晒完, 蹲在了他身边。 一步让书抽烟, 对身体不好。 李叔笑了笑, 好, 我不抽。 晚上吃饭时, 李叔起了话头。 我今天去公安局了, 让村里开证明, 也不行, 家家上学必须得有户口本, 可是户口在李山那。 我放下筷子, 原来李叔是因为我才忧心。 书, 我可以不上。 云姨捏了捏我的脸, 小孩子乖乖吃饭就好。 李叔继续开口, 明天我们去李山家一趟, 把户口迁到我们家, 你觉得怎么样? 云姨沉默了片刻, 点了点头。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想这么久, 难道迁户口很难吗? 反正他们也不要我呀。 我吃着饭, 想着以后上学是考清华还是北大, 这两个大学是村里的人最常提到的。 每次都说要是自家的孙子考上了, 那是祖坟冒清烟。 我抬起头, 姨, 叔, 你们说我考清华还是北大? 哪个会让你们高兴? 云姨和李叔哈哈大笑, 说让我先考个小学一年级前五十。 第二天, 我跟着他们回到那座两层小楼房。 奶奶依旧坐在院子里烤火, 我下意识看向地上的火前, 心不可控地漏跳一拍。 云姨紧紧拉着我的手, 李山在家吗? 奶奶看了看我们身后的小车, 阴狠的表情松了松, 把爸爸叫了下来。 她去搬了凳子出来, 招呼着我们烤火。 爸爸下来了, 他穿着睡衣棉裤, 脸色灰暗, 身形消瘦, 下巴上胡子拉叉。 他一眼看见我们身后的车, 李哥, 买新车了呀。 李叔和他握了握手, 嗯, 家里人多, 总得有个代步车。 这可是宝马, 挣大钱了呀。 爸爸笑得牵强, 又看向云姨, 嫂子越来越漂亮了。 老样子, 家家才是越来越漂亮了。 云姨牵着我往前走了一步。 我长高了许多, 也白了许多, 衣服也是云姨精挑细选的, 头发也仰黑了。 我爸看得一愣, 打亮了一阵才反应过来。 原来是家家呀, 名字真好听, 看着就有福气。 来, 爸爸抱抱。 他冲着我伸出双手, 我不自在地往后退了一步。 他尴尬地挠头, 请我们上楼。 进了屋, 家里乱糟糟的, 还有一种怪味, 各种水壶和杯子上面全是油屋。 这个家没有以前干净了。 妈妈从屋里出来, 李珊, 你到底什么时候出去找工作? 我都好久没买新衣服新首饰了, 儿子的奶粉也喝完了。 我坐在凳子上, 安静靠在云姨的身边。 妈妈盯着我看了很久, 你是谁家的? 好眼熟。 云姨醋了醋眉, 这是佳佳, 我女儿, 你是那个灾星? 妈妈脸色复杂地看着我, 一时没有说话。 李珊也没心思拉家长了, 直接说正事。 佳佳的年纪到了, 我们准备送去上学, 我们想把她的户口迁到我户口上。 爸爸点了根烟, 眼里满是算计。 佳佳是我的亲生女儿, 也是我的宝贝, 签户口这事我不同意。 我突然明白, 为什么在饭桌上石云姨要想那么久了。 爸爸家里还欠着债呢? 你现在把她当亲生女儿了? 当初她要住院治病时, 你们怎么说的? 我妈呼地冲了过来, 那又怎样? 李君, 你别以为你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 你就是个干苦力的, 我们以前可是开公司的。 他昂着头, 很骄傲, 像是鸡窝里即将打架的公鸡, 虚账声势。 李叔火大, 我是来谈佳佳户口的事, 不是来攀比的。 云姨生怕他们吵起来, 连忙开口, 我知道你们最近也遇到点困难, 这样吧, 十万, 把佳佳的户口牵过来。 我妈眼睛发亮, 看向安静的爸爸。 我爸立刻开口, 不行, 佳佳是我唯一的女儿, 我们不会卖孩子。 你们要脸吗? 说过的话是放屁吗? 你们抛弃佳佳这么久, 现在紧搂着不放。 李叔气得站了起来, 你个臭打工的, 你就是一农民工, 我告诉你, 想这点钱买我女儿, 没门。 李叔和爸爸又吵起来了, 只是这次没有动手。 云姨捂着我的耳朵, 但是没用, 因为爸爸的声音太大了, 那些脏话清晰落在我的耳朵里。 我想让云姨不要买我了, 我不值得, 可是我又舍不得, 我真是个坏人, 是个灾星。 争吵了快一个小时, 李叔先妥协, 你们要多少钱? 我爸装模作样地摇头, 我妈则直接爆出了价格, 六十万, 我马上和你们去派出所改户口。 李珊, 李叔气地捏紧了拳头, 云姨紧紧抱着我, 好, 我看着越来越陌生的脸, 以后这都是陌生人了, 六十万啊。 我看着户口本上的名字, 眼泪一下就掉了下来, 书, 以后我会挣钱还你们的。 云姨趴地一下打在我的手臂上, 十分生气, 说什么呢? 这是一盒书心甘情愿的, 谁要你还了? 还是不是一家人了? 我抹着泪摇头, 我是觉得你们挣钱辛苦。 挣钱哪会不辛苦, 大家都这样, 你以后不许说这些还不还的。 你这是要和我们生分吗? 伤人心呢? 我没有, 我不是, 我急得原地赚圈。 云姨笑着亲了亲我额头, 一知道, 一是告诉你道理, 等以后你上了学, 会懂更多的道理。 我开始在城里上学了, 虽然我没有读过幼儿园, 但是云姨教过我许多, 我上课也不算吃力。 云姨买了辆二手的小轿车, 每天接送我上学, 每天下车她都会亲亲我的额头, 我家家家真漂亮, 又聪明, 真是我的小福星。 我总是红着脸下车, 然后周围的同学会围过来, 家家, 那是你妈妈吗? 和你一样漂亮。 妈妈, 云姨会想做我的妈妈吗? 我七岁生日那天, 云姨带我去吃西餐, 这里的装潢和那天请我们吃红烧狮子头的老板家差不多。 我们等了半小时, 李叔才姗姗来迟, 我们瞪着他, 李叔连忙笑着道歉, 我来迟了, 今天回家我拖地。 我赶紧拿出学校得到的奖状, 书, 我的奖状, 第一名, 我要奖励。 李叔惊喜结果, 我们家家真聪明。 正好我今天有好消息给你们分享, 咱们喜上加喜。 他拿出手机给我们看照片, 这是我精挑细选的房子, 都是学区房, 那里都是好学校, 我们选一个, 让家家转学过去, 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 云姨看着不停点头, 这套不错, 够宽敞, 朝向也挺好的, 附近的教育和医疗资源也好。 那就定这套, 家家你说你要什么奖励? 这顿饭, 我们一家都吃得很开心。 李叔的事业也越做越好了, 他自己承包了三个工地, 因为材料好, 工人干活也仔细, 有好几个老板想和他合作。 逢年过节, 他总会带着我们去当初那个老板家送礼寒暄, 我们两家关系不错, 放寒假了, 下个学期我就要去新学校了。 我和好朋友留下联系方式后才走出校门, 校门口站着个我意想不到的人。 家家, 我是你妈呀, 想不想我呀? 我看着像是老了十岁的人, 站在原地摇头。 妈妈看着我流泪, 见我一直不走过去, 就走了过来。 你现在过得好喽, 是城里人了, 我被你爸害惨了。 李叔不是给了你们钱, 你爸他没还债, 又拿着钱去赌, 说是要翻本做生意, 后来全输了。 倪奶也生病了, 中风你知道不? 躺在床上动不了。 现在家里就靠我减废品生活, 他还骗我的钱去买彩票, 做着发财的梦。 我点了点头, 表示知道了。 妈妈愣了愣, 家家, 你是不是还恨妈妈呀? 妈妈也是被你奶逼的, 她只喜欢男孩, 我没有办法, 你长大就懂了。 我不懂, 我没看见过奶逼妈妈, 我只看到妈妈每次看见我就闲悟着, 让我别在她眼前晃。 看到她因为我把衣服的扭扣洗掉了, 就用竹竿抽打我的小腿和背, 骂我是赔钱货, 骂我是灾星, 骂我不该投胎。 家家, 那李军两口子对你挺好的, 你有没有存私房钱啊, 给点给妈妈花呗。 我歪了歪头, 为什么给你花? 我是你亲妈, 你说为什么? 你有没有良心? 我笑着指着她的手, 你的指甲很干净, 你根本没有去捡废品。 她把手缩在身后, 恼羞成怒, 废话那么多, 你就说你给不给钱, 你个白眼狼。 你是不想要我这个妈了吗? 我看着她极颜利色的模样, 好丑, 我有心的爸爸妈妈了。 我看着不远处刚从车上下来的李叔和云姨, 大步跑了过去。 爸爸, 妈妈, 云姨激动地抱着我, 你叫我什么? 我抬起头, 弯起嘴角, 妈妈, 我爱你。 我又看向旁边手足无措的李叔, 爸爸, 我也爱你。 哎, 乖宝, 乖宝, 妈妈等你叫我, 等了好久了。 原来, 李叔和云姨一直都想做我的爸爸妈妈, 还好我没让他们等太久。 我们上了车, 爸爸坐在座位上, 手哆哆嗦嗦从口袋里掏了根烟, 叼在嘴里。 缓一缓, 手太抖了, 开不了车。 妈妈不停擦着眼泪, 时不时又来抱我一下。 我扭头, 透过车窗, 看着校门口。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好像在争吵, 他们长得好丑啊。 妈妈说得对, 人要是品行不端, 得到的福也会变成火。 我想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福星和灾星, 只有人的偏心。 不过, 我还是想做新爸爸妈妈的福星, 我要努力学习工作, 挣钱, 让他们一辈子快快乐乐, 什么也不用愁。 江峰口 三人和二人。 回来。